第1章 第1章 下半场比赛开始 战乱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四川队 四川队率先在下半场进攻 35号朱森伟 拿球撤 这下给到锦涵一 苏罗鱼的掩护锦涵一 突破这一下 差点丢球 5CJ还把球给断到 给到少杰 接下来锦涵 来自CJ的倒地评奖 奋力把球抢来传给王少杰 助其暴扣得分 35比45 CJ一上来给到追猫队 一个非常出色的防守 为球队赢下了一个转换的2分 来看看四川队的进攻 球在外线 孙明辉在防 这下朱森伟给到一个掩护之后 韩硕突底线 这下面对王少杰突进来先采线 我们也来喊出追猫队 在下半场的第一次加油声 追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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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CJ这一次横向的移动 看看苏明辉 苏明辉 这下来突到禁区 这下投篮是短了一点 苏明辉失忆对方有一个犯规 但是这下四川队转换过来 反规 反规 CJ 底线球 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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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直接切进来之后朱森伟 造成了米兰的犯规 好球 好球 米兰不能再犯规了 米兰三个犯规了 先犯了对 朱森伟获得两次罚球 第一阀命中 47比35 两把全中之后 这保持住和在半场一样的差距 成功 CJ横向的移动 这下给到苏明辉再往中间 少杰在底角详志超机会 王少杰拿下进攻篮板 进来 给到CJ漂亮 37比47 全球队落后10分 CJ中入的切入之后 左手两分上进 胡宋伟 看看突破之后 转移在底角点开 漂亮的分享球 三 五顶的机会 走 这一次可惜 四川队三分未中 看看CJ CJ 拿球迅速地组织反击 少杰 运球失误 景安逸 自己一打一 这下转换没有打成 孙明辉 给到小智超 再到米兰 再交少杰 反篮 少杰命中 少杰命中 米兰将球传给切入的王少杰 篮下缓篮打进 走 走 39比47 帮助追梦 追回到各位处的差距 我们来喊防守两个字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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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帮助 给到肘部 这下再转移 CJ有干扰到一下 帮助 帮助 给到抵角 祖宗伟的三分尝试 漂亮 这下祖宗伟在抵角命中三分 对于灌篮来说 祖宗伟也相当于是自己的组队主场 太准了吧 那个 大招 接再一个 这下祖宗伟在抵角命中三分 50比39 11分差距 像这场变相 看看 基地给到米兰 米兰的反栏这一下 被苏若鱼给干扰掉 三分 没有卖的 中 放下来之后的转换 这边冲锋队也全都退回来 给到苏若鱼 看看 再切入 漂亮的切入 这下祖宗伟打出自己的节奏 1 2 3 3 3 7 打出自己的节奏 收到上面 把底分带到52比39 这还比半场多了领先的一分 不落 孙明辉 看看出力球给到王少杰 王少杰 这一次的一对一没有达到任何便宜 他要出球 还有三秒 两秒 孙明辉 自己 自己来 好 好 好 孙明辉 自己来解决问题 突破的左手放进两分 还是孙明辉 真的 还是 爬了爬 对 41比52 现在四川队领先着11分 追梦落后的11分 在左侧 这下 长驱直入 身后有一个干冒的影响 球权变换给到追梦 追梦 追梦队成功地防下了这一球 暂停 暂停 四川队请求暂停 梁队休息一下 咱现在赢子 赢子 赢子比分了 你们着什么急啊 不要每个人都想得分 明白吗 有机会了 多传一传球 他现在里边 往里边封盖城 你想你突进上半岸了 注意传球 你们伴儿子 注意接应 他如果守联防的话 打五 你 你落在这头来 小警 传球 还说走 从这儿走 有一个可以给 往上出来以后传球 那个谁 那个小猪 你去注意下顿这下 打五的时候 纯纯跑来 找空位机会去投篮去 不要着急 有快功的就打 再一个来讲 他有过反击 可以下下 他都抢一下 他停下来 就完了放下 贩子柜行 同样的配合 Superman is going to be there Chanz is going to be there 强的 过来去脚 过来去脚 转一球 这个点给不了的话 挡中间的人 中间的人让两强上来 好 来 我打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在外长追梦队哪一位球员 能成为追分的关键 追梦队进攻 现在41比52 追梦还是一样 落后着11分 第三阶时间过半 米兰给到孙明辉 再给到罚球线 看看米兰这一次压住对方 往里突漂亮 米兰在内线展现一下自己的面框的进攻实力 两分命中之后 43比52 往前 强传 再找到这一侧朱松伟 然后这个进攻的失误 可不可以 二运 来吧 我们继续给追梦加油 这段关键的时间 顶过去 我们希望追梦能把比分渐渐追上来 追梦队 加油 追梦队 加油 追梦队 加油 每一个进攻会合都非常重要 这下CJ给到 看看孙明辉在湖底 漂亮 三分命中 孙明辉开张 孙明辉这一季三分 也将比分追到只差了六分 孙明辉 不太是你 继续 继续 46比52 对于追梦队来说 这么因为火力全开 那球队在追分的关键时期 就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朱松伟突破分球 苏若鱼篮下抢打 漂亮 又是朱松伟和苏若鱼的连线 篮下两分轻松打进 四十六比五十四 四十六比五十四 二分轻松 二分轻松 这下给到米兰 再回到孙明辉的手上 看看孙明辉这下两人中间穿过 再来一个 孙明辉再一次站了出来 他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对方进去 带领军部队不断缩小分场 孙明辉连上五分 四十八比五十四 六分的差距 朱松伟带球过半场 给到左侧 谢谢 韩硕 在右侧的观察 等待队友的掩护 这下横向的走位 而这边 三分 好球 来自四川队 队长陈诚三分的回应 三分 陈诚 陈诚这个三分非常的及时 好球 放手 四十八比五十七 两队九分差距 这一次传球失误太可惜了 回过来之后 陈诚队再上两分 再上两分 这是来自李鸿汉的进球 加油 五十九比四十八 分差 再一次被扩达到十一分 决盟队得更加小心谨慎 掩护 看看孙明辉在中距离 漂亮 这下常规操作 五十比五十九 谢谢 九分分差 连我连我 保持比分的差距在各位数 第三阶还有两分钟 朱松伟 来 苏若瑜在给基地切入的队友 这下漂亮放下之后 看看孙明辉往前突破 这下对方没有犯规阻止 CG拦下 再追两分 漂亮 好球 好球 孙明辉连续三次的得分 与助攻 带领折磨队 不断地继续追赶 五十二比五十九 折磨队将分差缩小到七分 半点 再追两分 漂亮 四传队请求暂停 这段时间也把掌声给到追风的追风队 好球 孙明辉连 CG是可以的 我跟你讲 CG真的可以 你别看他就投篮面中率不高 真听 他防守端 特别卖力 进攻端 他特别卖力 谁卖力 崩跑 你知道这个时候打成这样 还能这么前后挡这么跑 已经是体能亡了 那个电梁 倒球 给到韩硕这打档招 打三的话 打档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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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外踩 大圆 韩硕一走 注意往这儿跑 好 如果打五的时候 大圆 韩硕把球供给你了 那个车架 走的话 没有的话 还是电梁 你还是往下插 有的话给电 没有的话 还是回给 传球看点 如果说 都没有 这里边是一打一的话 你可以打 攻进去 他不协防 一打一 一防一的话 你可以打他 攻进去 攻进去 他会打一招 手 手 他会打他 给明慧 对 他会打他 给马勇 你会打他 你会打他 他会打你 然后你牵着的时候 你要看球 接到球能打就打 你那边没接到球 你那边没接到球 然后再打他 然后再打他 快点 一起打一招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来吧 赞金时间大 比赛的时间 越来越少 第三节最后的1分53秒 追梦队能否继续保持追分的势头 而四川队能否继续保持比分的领先呢 加油 来吧 给追梦队喊出 防守两个字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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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七分差距 三分之后 三分之后 毛布里教练采取了四上四下的换人战术 四川队能否保持住比赛的强度 而追梦能否把比分再次的缩小 这下 给到华东线 看看在第一位 袁正良 这一个迎面的暴扣 好软的单元 动起 比分 52 比 61 法相不用上 这一下四川队是非常提升士气 左右有人 看看曹宝 这一下是孙凯勤 说话 发现 说话 我来下去 马勇 再给到中间 这一次转身之后两分钟快了 孙凯勤 孙海琪给予回应 54比61 连我 我们继续来喊追梦队防守两次 追梦队 追梦队 在左侧这下四川队的三分没中 曹芳收下篮板球给到孙明辉 再来一个 7分的差距 这一次的进攻能否再追分数 曹芳 来到孙海琪 左侧 给到掩护 再转移 中间孙海琪再拿球 这下给到 张永鹏 张永鹏被犯规 第三阶还剩下40秒的时间 曹芳在底线发球 这下给到 马勇 曹芳 曹芳在交孙海琪 漂亮 马勇的突破 吸引了两人的防守注意力 由孙海琪在篮下完成 打板两分终结 孙海琪好样的 一上场就连拿4分 孙海琪就是 我感觉他也是自己憋了一股劲 因为 之前上一场他打同气 然后周期也没让他上场 其实他心里就是 作为运动员 其实多少心里憋口气 然后今天上场 他也展现出 他自己的实力 2 3 2 56比61 防守 防守 半场落后的12分 现在追到还剩5分的差距 四川队在这个进攻回额要怎么回应 这也是他们的第三节的最后一攻 在底角三分尝试 这下没有投中 赵永鹏剩下篮板 第三节追梦队的最后一攻 时间10秒 加油 看看人 说明会 宝哥 进一步 这一下厌恶 李洪海违 违起了 再不违起 4秒的时间 能否把比分追到一个运动在进球的差距 顺便会拿球 启动 这一下右侧 出手 被对方给盖了 篮下没有打成 那么第三节比赛时间到 61比56 五分差距 好球 没关系 好球 在第三节 他们派出了 四个比较有实力的队员上场 给我们造成一定的困难 他们两个外员在场上 觉得就是 对篮板球上 保护还是非常好 尤其米兰也相对比较能抢 CJ呢 防守也相对比较积极一些 手连防 还是啊 还是刚才我讲的那个 在高的时候 你可以穿它 在这边高 防守高的时候 如果说踩着三分线了 孙明辉 上来挡他 你就防 防补路了 如果高的话 你可以从后本穿 没事 把篮板球抢好 你看打了这一截 咱们没有犯规啊 没有对抗性啊 都不挨人家 这打到最后 再放规才两次犯规啊 快攻势不能让他打起来啊 明白吗 快攻势 实际上也就抢 要停那儿 明白吗 硬一点打的 好 好 希望各位 来吧 最后一截了 这也是 这就是灌篮第四季的 所有比赛的最后一截 希望各位 拿出你们的热情和能量 给到两队 球队支持 来吧 现在看看追猛队的加油声 有多大 追猛队 加油 追猛队 加油 追猛队 加油 追猛队 马勇 这球找到孙明辉 在走步 再给马勇 操绑获得三分机会 这球被对方给盖掉 拦一下张勇鹏 没有完成这次终结 24号李灵月迅速地上球 锦安一再给到李洪范 冲锋队也快速退回自己的半场防守 到第一位 这下袁正良 受到两人的包夹 拦下泛兰 这下李灵月 好的 李灵月 李灵月 李灵月是今年CBA选球大会 再来一次 四川队第二轮第九顺位 选中的球员 他来自太原 毕业于太原理工 出去 来 上去 给了发球线 在张勇鹏这边的两分球 漂亮 张勇鹏给予回应 一会 帮手吧 5号 还是五分的差距 帮手 四川 六十三比五十八 领先五分 速度 快点 很想的转移 再来 看看张念良 这下在底线突破 这上篮打到了篮板的下眼 来篮下张念良 造成对方的犯规 拿着那魔色没劲 换人 来 我想让这些人玩 你会玩CBA 让这些人玩 其实你后边CBA机会多的去了 先给这帮CBA机会打吧 好吗 不是说你打的不好 好的 好的 第一阀命中 两阀 两阀中一 两阀中一 后边人 双方 迅速地上球 过去 过去 看他追蹦队持续的追赶 现在六分落后 大方追 来下 三分过去 过去 过去 下点 这下 过去一个 过去一个 宝哥 看看还剩时间五秒 张鹏 好 这边掩护之后 给到孙明慧 在湖顶机会 张鹏 掩护回来之后 进攻狼马也没有抢到 这边四川队迅速地反击 李宁悦 投了 在底角 张天良描蓝之后再突破 给到李宁悦 点开 冲击篮阔 这下造成犯规 张鹏虽然补位很及时 但这下无奈 这也是迟到一个犯规 好的 李宁悦 第一阀中 六十五比五十八 第二阀断了一点 张永鹏 收到篮板 来吧 各位 喊出加油的声音 追梦队 走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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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金 孙明慧 李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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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顶球给到曹芳 看看曹芳 自己直接拔一个 这下右侧的三分未中 慢点 李宁悦迅速地往内线地调球 这下张永鹏即使赶回来 但是这个盖帽是一个干扰球 第四节开始 李宁悦也活跃起来 不断串联球队得分 马布里教练马上请求一个暂停 现在的比分67比58 这又回到了9分的差距 没事了 再投 有机会再投 这样 明慧在这儿 CJ在底下 然后这个是宝哥 然后米兰 白金 白金 你在这儿 过来 白金上来接球 这回 这回 你会选择这个人 然后你会来到内面 上面的人 挡中间的人 底下的人上来 先看下来 你先看CJ过来 有没有机会传 没有机会传 没有机会传 实在不紧 左边是命运的 明白了吧 蓝板球 现在米兰上来了 蓝板球 电梁和大圆 包括你们外线 小景都帮我回去抢一下 那能顶人 不要跟他比高 明白吗 把他顶住他 没他跳得高 再一个蓝板球拿下来 他退回来了 没有特别好的快攻击回来 拿住了 把球要过来 过来打半场就可以了 如果换定了的话 可能是米兰要 要防他了 他如果走连防的话 还是打五 好了 来 加油 防守 防守蓝板 四孙 我们希望观众保持住加油声 追梦队 追梦队 好 追梦队 比赛回来之后 看看追梦队在接下来 还是八分钟的时间内 你还注意了 还能不能改变枪伤的局面 CJ 重新来到场上 看看 这一次投得很坚决 但是效果不好 今天 CJ在投篮上 感觉也是不是太好 希望马上能找到 他曾经的手感 这一次李灵队 控球绕出来之后给到李鸿汉 来 惊人了 掩护 别打 拆 这下通过掩护 李鸿汉横向的收球 两分球没有命中 孙明辉 看看自己往中路的突破 这下对方 站住白晶的突破之后 台湾明少先有犯规 他没篮 他只会突破 白晶获得两次罚球 好球 第一罚中 五十九比六十七 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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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球 三冲 白晶贡献了两次的罚球命中 现在六十比六十七 三冲 三冲 希望追捧队保持住场上紧张的感觉 张天良 再给第一位 看看这一次的作打 转过来之后 下半明少 这边吹到白晶的犯规 刚才在对方的半仗命中 两次罚球之后 到了防守端 也送给对方两次罚球 锦涵一 一号 罚球两次 好了 第二 第一罚命中 第二罚 张永鹏 这边收下篮板 CJ拿到 现在八分的差距 顺敏辉在左侧 启动 看看自己 二加一 顺敏辉突然启动 在左侧闪电下入 左手两分命中 还有一次架法 在左手闪电下入 他跳起来这一下真的 每个动篷都该不了 六十二比六十八 一次一次 夹罚命中 顺敏辉的个人进攻 再次罚比分 缩小到五分的差距 来吧 喊出防守二次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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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梦队能不能守住 二十四号李灵队 面对CJ 这边通过一个掩护之后 抹到中间发球线 这下还能给到篮下 张念良 两分打进 防摇 防摇 走开 迅速地推进 追 看看背转身 进来之后 再给白基 突一步 这次对方防得非常不错 传球失误 李灵队抢断 给到健康一在右侧 这下看看两人来防 3秒 我的 这次追梦队 多过一截 幸好推得够快 白基又用起来 来吧 继续给追梦队加油 时间不多了 追梦队 加油 追梦队加油 追梦队加油 CJ 给到中间 你看米兰在发球线 再给CJ突一步 挑战这下球失 你推他 别让我推 我受光了 25号围起 两罚一支 追梦队获得两罚一支的机会 两次罚球还有一次球权 张永鹏第一罚罚中 第二罚夜中 张永鹏收下这个对方 唯一提万规的两次的罚球 现在65比70 而且还有一次球权 非常关键的时刻 如果这一次进攻能打成 那比赛是真正来到了紧张的时刻 来吧 追梦队 追梦队 好 白基 这下带一步之后给到张永鹏 看看孙明辉 进攻时间不多了 这下给CJ切入 对方又盖到载头 二十八尾离 碰到篮框了 碰到篮框了 没挨框 没挨框 碰到篮框了 来 稍等 稍等 再讨论一下 这一个球是 他上篮的时候篮圈盖了帽 碰到篮圈了 帽也冒框上了 张框就是 两分算计 两分放 到 两分算计 67比70 现在追梦队追到了三分差距 两分 换人 加油 向志超 加油 向志超 阿超重新回到场上 大蓝红 阿超 希望上次超在关键时刻 拿出关键表现 全场比赛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现在比赛 一下一下 回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67比73分差距 四川队能否顶住对方追梦的压力 这下篮下 打中风 苏若鱼抢起 打中 在内线的较量上 苏若鱼这一次硬碰硬 强硬命中 看的是中风打得多硬 这一次四川队及时地终结了追梦队的追分势头 来一下 72比67 把比赛的比分 再回到五分的差距 孙明慧的转移 CJ关键三分 孙明慧收下进攻篮板 并且造成对方犯规 别 别受伤 前场球 各位继续给追梦加油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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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这一次找到张晓鹏 这传球比较危险 再给孙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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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寻找出球 太危险了 米兰看看中间突破 再给篮下 犯规 犯规 孙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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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漂亮 CG 第一球发重 69比72 好的 菲菲 拉满 拉满 顶人 两发纯重 追到两分差距 这是半场以来的最小分差 现在似乎真的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新的球 决盟队的防守 这次四川队 看看在里外里 看外套队 转移 张电良 现在直接投三分 张电良 内线球员在外线冷静施射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将比分再次拉开 张电良是从灌篮这个系列的节目出来的 很熟悉就是灌篮的这个比赛 今天的发挥也是非常出色 比较于北华宫的张电良 这次帮助四川队稳定住了成长的局面 三分命中之后 陈敏辉 这一下自己穿球没有穿到 手脚球给到 翔志超 三分欢迎 翔志超 相不对 翔志超 湘智潮 神射命中 这对于湘智潮来说是打开手感的一球 再来 关键的三分回忆 看了点外边 继续是两分的差距 被转身 四传队 24号李林月 看看需要掩护 这下有一个防守的犯规 CJ CJ 失败了 来吧 我们不要停一下各位的加油声 追梦队 好 追梦队 好 追梦队 好 张俊良手离手 这下四传队 第一剑的突破绕出来 33号函数 还有5秒 给到队长 晨晨 转身 两分球 篮下 这下防住 这是追梦队 扳平甚至反召了机会 加油 看看孙明辉 落到左侧 掩护 孙明辉背转身 出手 造成犯规 漂亮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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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比75 拉板 电梁抢了吗 电梁 第二番没有命中 比分还是一分差距 来吧 继续给追梦队 喊出防守二次 追梦队 追梦队 这次 韩硕在超远距离的三门尝试没有命中 陈锋队把球打出街外之后 四川队继续进攻 李灵月 面对CJ 是一队友的提上的掩护 走右侧 李灵月在给苏若鱼面对两人 这一下造成犯规 暂停一下 暂停白队 好 这下四川队请求暂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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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回合 这个回合 现在他主要是孙明辉那块 走一个回合盯人不要放规 听着啊 你先防他 他上来打挡拆的话 夹他 不要让他从中间插过去 夹他 出了球以后 那个谁啊 电梁啊 你要在这车的话 收点大叔 你收点大叔这块 大叔加他完了以后 让他停完球快回去 就可以了 这个回合先驾驶房 不要放规 放到人家他已经满了 他放规现在也满了 明白吧 罚完篮 加孙明辉一下 现在他们的犯规也罚篮了 四川 好 这么多位 可以看我一样 不认识 你们俩都比较 你们三个人 凭着这 传球 回传 传回来的同时 米兰掩护 向日车去脚 这个时候 永鹏直接去中间要位 好的 你正在这边 你正在这边 这样的话明慧出右手 看看有没有踢右手 或者给向日车 打进了下一回合继续打 好的 来吧 加油 还有啊 防守 1 2 3 1 1 加油 两次 现在四川队55号苏若瑜 罚球两次 第一房民众 狮瑜 第一房命中 76比74 我的袋 好的 我的袋 我的袋 ,第一房 我第二房 好了 两房纯重 77比74 还有三分的差距 防弹突破 注意他突破 追梦队 CJ给到孙明辉 看看米兰的掩护 两人中间穿过 孙明辉 抢起 左手两分上手 关键时钟 孙明辉依然爆炸表现 拿出招牌的突然变相变速 两人当中穿过 为队伍拿下关键两分 抢 帅 4号搜 再次一分 76比77 出完 抢 看看四川队的进攻 韩硕 这下突破 CJ有一个犯规 韩硕战场发球线 这个发球 朔哥 朔哥累了 朔哥 没劲吗 这一阀没有命中 这一阀没有命中 明辉还打刚刚那个 篮门 好的 现在76比78 两门差距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可能追平 甚至反超 CJ看看孙明辉 这下掩护之后 孙明辉这下受到包夹 这一次李灵岳把球给拍掉 但是李灵岳失误 李灵岳失误 李灵岳 这是陈也灵岳 败也灵岳 同一个人得到和失去的 就差一秒钟 来吧 现在 追梦队逃过一劫 那继续给追梦加油 追梦队 追梦队 孙明辉往前突一步 这次李灵岳犯规 裁判名上 好 这次李灵岳还是保持着 对孙明辉很强大防守强度 但是犯规了 孙明辉止心罚球 这又是一次可以扳平的机会 第一罚命中 结果 篮板 篮板 有人 对 对 78比78比78 比赛打平 而且最后的两分钟 来吧各位 防守的两次给到追梦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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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号 韩树 这一下的突破 让CJ再次一个犯规 我的天 完了 CJ被拔下场了 CJ 31号 个人午饭离场 下去了 下去了 CJ 他在对抗上 他在拒绝 他在拒绝 他在桌上 他在拒绝上玩的 他在拒绝上 因为他给了我们 这是一个机会 第31号 CJ 拒绝了 来吧 各位掌声 鼓励CJ 他为追梦队 贡献了他在比赛当中 所有的能量 他拿了十分钱 他是除了孙明会以外 最好的 鼓励 我当时拒绝了 因为我认识 游戏很迫 我只是想要在拒绝 给我的组织 给我的组织 所有的能量 但是我相信 我的男人 谁来到我 我相信他们 他们会来 进行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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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硕 执行罚球 罚不进 罚不进 韩硕 第一罚 没有罚中 漂亮 你对你 没人说 好 爸爸 蓝牌 蓝牌 第二罚 没有 我说人没有来的 张勇鹏收下蓝牌 现在是追梦队反超的机会 追梦队 孙明慧 自己来 这下挑战 第二次 又是米兰 看看米兰继续拿到 没有反超 再抢 还是米兰 米兰 这下挑战 这下挑战 请把掌声给到米兰 太精彩了 你看见米兰只有两只手 但是碰到球的却始终是她 完了完了 刚才八个篮板 现在十一个了 连续抢了三个 我知道CBA想他们赢了 我知道 但是来吧 你得到比赛 你得到比赛 他最多的时间都玩得很好 他不是一个人 他会赢了很多点 但是他帮你 这么多的机会 比赛球赛 而且那些更多的机会 他们在比赛球赛 比赛球赛 所以他今天玩得很好 这位来自苏洛文尼亚的 三对三的职业球员 对篮下篮板的感觉太好了 现在执行罚球 孟直 不是 命中 追梦队反超比分 七十九比七十八 这房子你笑得好开心 篮板 有人 第二 第二 准备 二 三 二 还有不到90秒比赛时间 现在追猛队领先一分 不要犯规 点球给到韩硕 韩硕的选择面对向志超 这下苏若鱼提上的掩雾 向志超的犯规 你一放下他就犯规了 你还是拿着吧 你一放下他就犯规 来 向志超这个犯规拿到之后 对方韩硕 罚球两次 说哥 稳一稳 说哥 这一放韩硕没有命中 没事 没关系 快点 苏苏苏 马克思奥 两罚都没有命中 但是篮下张定良 这球没有拿好 让米兰给拿回来 这下上球 趁着超 还有一分钟比赛时间 球给到苏苏苏 现在拳场 所有人的注意力 放在这次进攻上 看看 冲梦队能够取得更多领先 孙梅怀 孙梅怀 三分没中 要是孙梅恢 还是孙梅恢 最后50秒 依然爆炸表现 带领冲梦队继续扣打比方差距 要为胜利 弹上定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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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级球员孙梅恢 帮助追梦队 拿到4分领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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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没中 帮助追梦队 有了 拿到4分领先 太强了 不可思议 好球 好 大叔 主导 你替 替那个替他 韩文在这 你在这发球 有没有吧 韩文在这打 有 你这发球给他了 没有的话 大叔 带给韩硕打 韩硕拉出来 再投篮 对 拉了 除了空间就投 没关系 投不就无所谓 没有了给他打 我们在这场地团 下面回合手联防 我们在这场地团 手联防你们所有人要动起来 上面的人负责这个区域 对面到这边 这大地团 所以你必须把他抬起来 这大地团 这大地团 你必须把他抬起来 有人在这边 底下的人上来带一下 再回去 来 不要 取有一犯规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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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你加油 一起打 一 二 三 加油 暂停时间到 这就是挂篮第四季最后的五十秒钟 看看四川队给出怎样的回应 看看最后追梦队能否守住自己的梦想 守住自己的胜利 再给追梦队来加油 追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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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发球 四川队李灵月在边前发球 上去 这下球拿到 超远距离 三分 这下没有命中篮下 孙明慧保护一下这个篮板 上篮 往前推进 现在 82点78 这下李灵月抢回来 上篮 他没有命中这个反击 李灵月自己从孙明慧手中抢到了一球 没有打中 而现在得再放一次 对于领先的一方 现在要控制住时间 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了孙明慧的身上 让他启动 转移 向智超 点开 空位 三分 篮板球 这下还有6秒 5秒 4秒 3秒 三分出场 没有命中 时间大 82比78 恭喜军农队 一路逆风 追逐梦想 最后反招比分拿下比赛 这场比赛对于所有人 阐述了追梦队 这个名字最好的注解 再次掌声 谢谢所有球员 谢谢你们 除了开心还有什么呢 比赛获胜也是非常激动 非常非常激动 我们还是完成了最后的使命 追梦队 现在终于圆梦 然后还是很开心的 虽然大家有的上场时间多 有的上场时间少 大家都是赛事里面的一份子 然后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员 我觉得 两连胜 结束 我觉得是对这个夏天最好的这种交代 所以我觉得非常圆满 没有什么遗憾 前掌反抢 马远的突破吸引了两人的防守注意力 由孙凯欣在篮下完成打盘两分终结 CJ的突破这下漂亮 为追梦队拿到两分 漂亮 这次打盘 宜兰再为观众贡献乍宽表示 跟进之后翔子抄 马上两分转换大众 这次打球给到翔子抄 翔子抄 三分回应 这次作为原梦官过来 我是真正觉得 我也是追梦队的一员 就像两年前一样 还是挺比较圆满的吧 大家都没有放弃 也没有怕对手 我觉得这是追梦队该有的精神 这种追梦的精神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孙凯欣突然启动 在左侧闪电杀入 孙凯慧 孙凯慧 三分明昼 顶级成员孙凯慧帮助军梦队 拿到四分领先 比较少杰接下来 Shot Time Yes 王少杰 Nice Pass And Slit Down 我只是希望 所有人在这里 享受这个节奏 我认为你们会感兴趣 我认为你们会感兴趣的 你会感兴趣 从不可以看到这些人在CBA 而你能够看到他们在这个节奏 我认为你们会感兴趣 你会感兴趣的不同的 肢脏在中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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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的感谢我们双方的球员 为大家送上了这场 非常漂亮的收官战 首先我们有请四川的主教练 周指导 来点评一下我们双方球员 这场的表现 本场比赛 双方打得都非常的不错 也非常激烈 也给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对您的球队谁的表现 您是比较满意的 李林岳 作为一个新秀球员 今天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通过这比赛 也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 我们回去去好好解决这些问题 对关键的时刻 不能犯那些错误 肯定是谁也不想输球 输球肯定是不开心的 不管是什么比赛 我们都是说肯定都是想赢的 我们也来听听马布里教练 如何点评这场比赛 我认为他们的主持人 是录制的 他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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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争害了 比赛 Marilyn like his Junior League Bonds The way how the Milan played on the offensive rebounds that I thought that gave us some 222 pickupenza but overall all of these guys they played extremely well with a team that only practice one day these guys show a lot of heart and a lot of character in the second half I'm happy we won it's good that the guys get to leave 在更正的表演 来 明浩跟大家说一说这场比赛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 我们的朱梦冠孙明辉 对 然后今天确实打得非常好 如果没有他的话 球队在第四节会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 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还是看到了追梦队 其他的球员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变化 半场的时候已经落后了十几分 但是我们依旧靠努力 的拼抢 二次进攻 获得了很多得分的能力 我要感谢我追梦队的球员们 是他们告诉我 只要你还有梦想 只要你还有追梦的心 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打败的 我觉得这个夏天 对我来讲 非常的有意义 我因为喜欢篮球来到这个节目 但我更多的是 从他们的身上 学习到了很多 我平时学习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感谢篮球 感谢热爱 继续热爱 谢谢 相信我们这就是灌篮第四季 不仅是这最后一场比赛 在这个球场上进行的每一场比赛 都有很多让我们牢记的瞬间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 这么多灌篮的球员在这个球场上的成长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大家包括我们四川队的各位球员 用投票的方式 为我们选出这就是灌篮第四季的最佳阵容 我们来说一下投票的规则 首先我们四川队的各位球员 每人每次投票计一票 那我们这边的教练经理人和女领队 每人每次投票计三票 然后请大家注意一下最佳阵容的维度 不单单是这一场比赛 要贯穿我们整个这就是灌篮第四季的表现 选出你心目当中的最佳控球后卫 最佳得分后卫 最佳小前锋 最佳大前锋 最佳中锋 在我倒数321之后 请在投票器上按下相应球员的号码 321 请投票 曹芳虽然没有说没产能那么稳定 但是他如果一旦发挥的好 你是控制不住他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就是空位 我觉得投CJ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进攻防守的综合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强的 最佳得分后卫其实我选的是向志超 因为我觉得他的打法可能更偏得分后卫一点 而且当时其实我想把小前锋的位置留给别人 所以当时就是把得分后卫的位置留给了向志超 向志超他是这个节目我认为成长最大的 变化最大的一位球员 从前面开始可能就面临淘汰 但是到因为有了教练组的肯定 给他这个机会留了下来 然后一路打出自己的真实的水准 稳定的输出到最后变成了绝对的主力位置 那小先锋其实在我心中 你不管什么时候选我都会选白金 虽然他在几次比赛打得比较低迷 但是我觉得他的个人技术来讲 其实真的是白金 在小先锋这个位置是最全面的 这家大先锋我当然投给了米娜 因为他这种四号位干脏活累活 因为我也是打四号位出身的 这种篮板这种嗅觉它是很敏感的 而且他在整个队的这种贡献也是最大的 我希望能够把大先锋和中锋这两个位置 留给米兰和李奥强 自从在野兽会队以后 真的每一次比赛 我可以非常实事求是的说 就他们两个是在场上最拼的两个球员 没有之一 那现在我们这就是灌篮第四季最佳阵容的 投票已经完毕了 我们需要一点点统计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 我今年八岁了 我的爱好是打篮球 爸爸说打篮球可以长高 好 今年的篮球比赛 要是我那个关键球能投进 我们就是第一了 投篮动作为什么就是纠正不了呢 明天就是队长竞选了 明天就是队长竞选了 当了三年的副队长 这次一定要转个正 各路大神 Respect Saloon 拜托帮帮帮忙 让爱好变成职业 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不害怕竞争 只要努力 我一定成为主力 我在等一个上场的机会 哪怕是一截也好 或是一分钟 我可以抢篮板 帮队友挡拆 为了冠军 什么都可以 我已经到了退役的年龄 年轻人的脚步早就跟不上了 篮球 梦想 青春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是选择热爱 这场比赛 我一定全力以赴 拿下冠军 首先有一个特别的奖项要颁发给我们追梦队的优秀球员 那这个呢是由国内领先的单挑赛事路人王提供的2021年度总决赛的直通资格 获得路人王2021年度总决赛直通资格的球员是CJ 厉修 那我们也邀请我们 geen Mommy 的领队Yenny来把我们 直通2021路人王总决赛的资格 亲手送到CJ的手中 恭喜你CJ 你要用歌声来表达你此刻的心情吗 忘不了你的爱 而且成了更尴尬 我们把你弄晒来 能够地搁起来 回来 谢谢 谢谢思君 也谢谢燕妮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一季最佳阵容的揭晓 首先揭晓的是我们第四季最佳控球后卫 这位球员的得票34票 最佳控球后卫是曹芳 曹芳 果子哥 其实芳哥的实力大家都是知道的 只要你给他空间他就一定可以留分 他就像一个得票机器一样 曹芳获得投篮机会 第一脚三分命中 曹芳拿到两秒出手 命中 曹芳收掉比赛 在关键的时刻 曹芳的五顶三分篮 曹芳再拔一个 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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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揭晓的第一个位置 曹芳有什么要说的 首先我觉得我能拿到最佳空位 可能是我们最后留下的空位 实在太少了 有很多兄弟 并没有发挥自己真正的水平 就离开这个球场了 最后留下我们十二个人 我觉得十二个人不仅仅 代表我们自己 还代表淘汰的那几十个人 非常谢谢大家 以后继续努力 那我们也听听马布丽教练 针对曹芳这一整季的表现 有什么样的点评 我意思是 你整个时候做了 你需要在这里做的事情 你比较好 你比较好 你选择了一个很好的队 你选择了一个很好的队 这些人在这里 你整个节奏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 你整个节奏 篮球是一个 拿球说话 是一个有胜负的这么一样运动 我虽然有很多的粉丝 但并不是我通过炒作 通过拍段的 通过一些 五七八糟的事情 吸引到眼球 我自己不认为我是网红 所以更多的 其实我是一名球员 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最佳得分后卫 最佳得分后卫是 CJ 三十一票 CJ的一击超级盖帽 阻止了杨震的超级扣篮 好 CJ 好 一击盖帽再次解除危机 CJ真的可以 你别看他 就投篮面中率不高 真拼啊 好 Basketball Basketball 是一样的生活 它是一样的 我们都能做 如果我们工作 你能享受 如果你享受 如果你享受 你能享受 Basketball Basketball 可以参加任何人 从任何年代 它带着人们一起 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教育 可以参加任何人 不同的教育 可以参加任何人 可以参加任何人 Basketball 当中的表演 我看见 大家都很努力 我的工作 是带来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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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幸福 我非常感谢 这个机会 CJ 从我们的 第一次的 内战开始 然后就是有 非常不熟的表现 虽然他的状态 有起伏 但是他在场上面 非常努力地 去防每一个球 在场上面 去全力奔跑 最拼的那种精神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都能够感受得到 都能够感受得到 从我来到 你没有这种机会 在街球球员 可以比赛业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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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下边的将军事 这一步 是非常高的 体验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最佳小前锋 二十七票 恭喜向志超 超聚神射手 三分命中 向超聚神射手 本色竞赏 向志超 向志超 一个人就得到了将近一半的分数 神射手从来不怕比拼三分球 这个节目就是让我成长了很多 然后排选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觉得我弱 但我用实力证明给他们看 然后也得到了教练们的认可 这一整季 然后我也在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学习 然后也很感谢三个教练组 对我的信任 对 我觉得他平时的一个状态 跟他球场上的表现 还是反差非常大的 场下永远那么腼腆 不够言笑 但是一到比赛的时候 就是拼尽全力 他是在这个节目成长 最明显 也是进步最大的 到后面每一场比赛 都如此地稳定 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主力 所以祝福你 也希望你永远对 你热爱的篮球 保持激情 保持一颗对篮球的热爱 不要放弃 明年还会继续参加选秀 然后希望可以踏上 CV的舞台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揭晓的是 我们这就是灌篮第四季的 最佳大前锋 我们的最佳大前锋是 红大前锋 霓兰 只有他 霓兰 恭喜你 她获得的票数是 三十二票 国际赛道口红棺 米兰要给空间 上篮命中 看看拆进来 又是上篷 篮板银响 又是米兰的篮板球 米兰他是永远篮板的神的 篮板怪兽米兰 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篮板球 每一次都是他拿 前场篮板后场 全部都是他 篮板怪兽米兰 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 例子 你会成为了 你会成为了 在年轻的年轻 然后就会你 继续整个人的 整个人 即使你不可以玩 你会有些拍子 你会玩 跟朋友们 所以我觉得 在年轻的生活中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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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最好的人 在这场 我只想要谢谢 所有的 教练 管理人员 女性领导 所有的组织 都在拍摄着我们的照片 所以谢谢你们 米兰有目共睹 因为我觉得 米兰在每一次篮板球贡献上 二次进攻贡献上 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有她在篮下 都能给队友投篮 增加更多的信心 我感觉那是我的赢务 我的赢务 我的赢务 我把这节目的赢务 我感觉到自己的赢务 我感觉到自己的赢务 和其他四个赢务 最后我们要清晓的是 最佳中锋 孙海青 宝哥 孙海青 当众朋友 孙海青 绝对孙海青 我们最佳中锋是 孙海青 她的得票是二十二票 孙海青 华氏巨杀 好防 江维在给到孙海青 收下两分 对于吹梦队来说 孙海青的这一季二加一 是提升四季的一球 好球 孙海青 扣篮命中 华氏巨杀 孙海青 扣篮为原梦队率先拿分 这一个夏天感觉过得很快 然后一转眼就是到最后一期 怎么说呢 就像一场梦一样 然后 其实我也不太会说啥 反正都在心中 然后也感谢各位教练 各位女整队 还有经理人 也谢谢大家 海青的表现我觉得总体来说还不错 因为可能在这个外战的球队里边 他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水平 总体的其实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一开始是抱着对打球的一种热爱 然后包括到现在是一种职业 成为职业或者成为饭碗 然后当初可能也有很多人半途而废 然后也不是他自己人 但是他心中仍然热爱 因为毕竟要生活 我觉得我还在其中一个阶段 我不希望以后变成一种热爱吧 希望我还继续可以向上攀登 我们说三二一的时候 请五位一起举杯 三 二 一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篮球它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那种进球以后发自内心的那种呼喊 特别特别真实 叶清辉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对篮球的热爱跟爱好 跟他们相对来讲的话 真的完全不值得一提 他们真的把它当做了一辈子的梦想 感触真的挺深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体育带个人的魅力 跟体育精神吧 走职业篮球这条路我觉得很不容易 他除了你的天赋 还需要你百分之百加倍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也是要传递一种能量吧 给很多就是有可能已经放弃了篮球梦 或者是正在这条路上往前走的人 都给他们传递一种能量 就是有梦想是了不起的 一定要坚持下去 这就是灌篮走过四季 在这一季当中 我们要谢谢所有的来到这个球场的球员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教练 领队 经理人 当然要感谢每一个屏幕前的你 为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我们下一季再见 灌篮新一季体验升级 右下角出现灌篮按钮时 连续点击等到能量满格 即可感受与球员一样的灌篮乐趣 快来体验吧 围卓你说说你这次灌篮这一季 你印象最深的进球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 果子哥有两个关键时刻的干拔三分 草芳还能保持手感吗 再来一次 草芳 草芳 草芳手感依旧火热 再次将分叉缩小到了四分 对 对 印象特别深 尤其是跟山洞队的比赛 我记得那个进球以后 然后我吓了还调侃曹芳说 我说谁说你打不了CBA 我记得了 草芳 我印象最深的是 果子哥给杨真的空接 然后被扣的球 这次进出空接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来 来 好球 太棒了 张老师 张老师 谁叫张老师 不 我像我这次来 从跟每个人不认识 然后到现在 每个人都记得住 然后尤其是芳芳 我来之前就知道曹芳这个名字 早就已经在我的印象里了 来了之后 就一见到本人了 然后又正好可以跟他 在一个球队打球 可以在同时上场 这种 曹芳你是不是给每个人塞钱了 没有 怎么每个人都提你呢 那宝哥 我是活在紧急里的人吗 那不是 在我没来之前 我都是看网上的新闻 什么见到你本人 跟你一起训练打球之后 我发现真的 你是可以打CBA的 果子哥看完第一期的那些弹幕了吗 看了 怎么样 习惯了 对网友的批评跟那什么 已经习惯了 因为他们无时无刻的 不再鞭策着我 好多人可能之前都会 看到你很多视频之类的 就感觉你好像是带着光环 出现在大家中间的一个球员 好多人喜欢我 可能是觉得我跟他们 身高 身材都差不多 然后也能在这个比赛场上 打这么好 我觉得很多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都想看 接球厉害的跟CBA的球员 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能不能一起打比赛 会不会差很多 所以大家都非常好奇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也非常好奇 我到底能不能打 从头到尾打下来 打了三为三 打了五为五 对 我觉得确实有差距 但是并不是那些 没有办法逾越的那种 特别大的沟河 我觉得就是 也让现在打篮球 想打这些年轻人看到 只要你好好训练 好好努力 你也有机会 站在那赛场 所以حدث是真的有所感受的 真的 treasures 你具有一個勞武力 你具有一個勞武力 你可玩得比更大 你比特打ст dodge 因為有一個勞武力 你就可以用一個勞武力 就會給你看你機會 80 harm proprietary 找一個身 Wild L subir 一卡 arm 你就可以打橫 Lion 你就可以 archacked 你可bir一點點 landed 你也能够比较好的 我认为你比较好的防守 你一定能够在CBA的赢手里 因为你能够打球 而你很刺激 强子 强子 身都尾的强子 你的能力 去打球 非常棒 它是在CBA的高级 你能够在一个最初的动作 where you know that you can score or get fouled when you go to the basket along with like a little short mid-rings jump shot. I think, you know, you can have some promise. Baijin, you have a really upside and a really bright way of how you play basketball because you play with a street mentality, but you have a pro idea when you're playing. You can shoot the basketball, but the thing that's more impressive, you know how to slash and get to the free throw line. For me, I always feel like, you know, when you're the strongest on the court, it allows you to just play freely. It's just working on your game. So I think if you get stronger, I think that that will help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play basketball. Milan, I mean, your ability to rebound the basketball is it's a pro level. You have a really good knack at knowing where the ball is going to bounce and not too many people can follow the basketball the way how you follow the basketball when the ball goes up to get offensive rebounds. I believe you're a better scorer than what we've seen. I just think because of the show, it kind of limit, it limit us from seeing what it is that you really could do with scoring the basketball. I think if you work on your seal game in the post and your little jump hook, I think that that will help you a lot. Topher, you got the ability to be a big time scorer in playing basketball, whether it's in the CBA or if it's street ball, you got that ability. I think that because you can shoot the basketball, not everyone can shoot the basketball as well as you shoot the ball. And I think, you know, because of your size, you know, it puts you in a position where you're like a one man or a two man. But I think if you just learn the one guard position where you're able to just get guys into a set and run the offense, I think that that will help position you better. Even though you're a little bit older, it's really never too late, to be honest. I think that Marbley is always very proud. Yes. He can really encourage each other people. He's always giving people some power to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Yes. He's a lot of fans. He's always been very proud. He's always been very emotional. We've got a lot of friends. What was the last time? And t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What was the first time? Is to give them some kind of feeling? And to give them some warm and warm. Or to give them some kind of fun. Just to give them some kind of joy. And to remember their amazing moments. What was the last time? 把我们想说的话告诉他们 不错 因为像我们女领队 想跟他们说的话也很多 然后就觉得边配音 边跟他们放这个VCR 既能把我们女领队想说的话表达出来 又能够让他们回顾过去 就是去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曲三德的事情 来写作业了 写点啥呢 来写一些我的心动感言 一季比赛结束总得为他们写点什么吧 从一开始 见到他就要见到了太阳 阿超 球伤超高 后面比赛中慢慢发现 你的投射能力和对抗能力 完全不是靠你的延迟 完全不是靠你的延迟 人呢 没来没来没来呢 有种要马上新闻联播的感觉 我把这个麦往这一点没事了 这样挡脸吧 你可以猜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会这里边有人吧 那个电视上藏了个人呢 走 李耀强请到现场 我们请来到球场 来自李耀强的封盖 再投一次 再盖一次 你不相信我就盖你两回 这边给到李耀强 看看进来 投中 比赛结束 哇 这个厉害 强子 海选的时候 没想到你能这么强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你一定会是我们队 需要的重要的力量 后来如月以偿加入了我们队 你不仅打球强 喜感还特别强 强势的下战书 强势的洗袜子 强势的护卫队伍的每一次胜利 强子 我相信 追梦的路上有你 我们一定能 强赢到底 带给李耀强 给李耀强 看到有方向过来 大小A1 李耀强 你知道 微笑里面 女生的声音是谁吗 这个知道 就是代理你吗 不是啊 你认错了 那 那就包上 你太伤我了 怎么还说话呢 我以为是录好了 你知道 行 那你们没什么说的 我就关了啊 关了 很多人呢 快点结束 这一只爬手快了吧 好多东西都没有铺垫 那果子哥这个真的好 好嘞 可以开始 放我们比赛的片段吧 还是什么 想看吗 不想看 你快放吧 果子哥 好吗 果子哥 你今年三十岁了 你来灌篮也三次了 但在球场上 我们看到的你 都是十八岁的样子 你像年轻人一样去拼抢 去投篮 还有 在场上打嘴炮 当然 对于梦想的热情也一样 所以 才有了对阵山东队时 你的高光表现 虽然你曾与CBA失之交臂 外界对你也有一些质疑 与不看好 但是在球队需要你时 你永远是那个关键因素 时至今日 你无需证明任何了 在我心里 你站在球场上 就是梦想最好的样子 你能听出里面的配音是谁配的吗 葛优老师吧 包包 果子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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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视频聊天吗 你看得到我吗 你 你知道我在哪吗 你应该 在我隔壁吧 不是 不在你隔壁 在哪 我在另外一个棚呢 你应该跟我有一强之隔吧 你那个演播室我去过 你早就知道了 你 对 那个 你还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一句承诺吗 什么承诺 你说你会一直待在我们队 对啊 那我想问最后一次选队伍的时候 你作为队长为什么没有选我 那没办法啊 选你们上不了场啊 为啥上不了场啊 因为已经没上场一次了 打南京周琦让我一分钟没上 一秒都没有上 对 我非常想让你当我的女领队 但是 无奈于你的教练是周琦 所以我已经碰过一次壁了 我已经没有 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再碰壁了 那 那就 祝你以后 都继续坚持你热爱的事业 OK 然后也希望可以 将来在影院看到你越来越多的作品 谢谢 OK 这要挡脸吧 路人王27万王 冷面刺客白金 白金 第一次见你打球 就觉得你像漫画里的篮球高手 冷面刺客 确实听上去就很有来头 冷面刺客 你的脸一直很冷 我还在想 什么时候你能笑一下 没想到 却先看到了你哭 我知道你冰山下的脸 还有一颗柔软的心 打体离开后 你的状态就一直不是很好 但四次入选追梦队 已经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快折扬起来啊 让你的杀气 重回球场 首先 谢谢我们女领队 这段话 这些话真的有点 就是有戳到我 就是内心 一些柔软的地方 一些柔软的地方 谢谢她能够 看到我 软肋吧 对 然后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刚刚 刚不是录的东西吗 刚刚是我 实时在 配音的 谢谢 谢谢 然后 这些话都是 我发自内心 想要送给你的白金 我希望能在最后一场比赛 能发挥你最好的水平 因为在我心里 你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球员 明白明白 明天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 你答应我了啊 嗯嗯 阿超 你知道吗 其实一开始 的确没有太多人看好你 你用一季三分 又一季三分 很多很多的三分 证明了我们的眼光 没有错 慢慢的你成了主力 得分越来越多 你成为了MVP 我知道 你抓住了这一次闪耀的机会 那么就一直 Bling bling的下去吧 加油 阿超 就挺感动的嘛 对 真的吗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感动 阿超 我要哭吗 我告诉你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被我观察着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脸红了 你为什么脸红 脸红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我太热了 在这样的环节是会紧张吗 那可能主要是看到曾可妮了 就有点紧张 你在哪里看到我了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就很感谢 就逆解吧 然后就是我也很感动 就看到这个片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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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不同的方式 例如 你笑得很像 你笑得很像 你也像個小怪物 但你也是恐怖的 在桌上 你擅長在桌上 在桌上 展示我 在最後 因為 本來是要用中文 然後對你說這些話的 但是我覺得整個 在節目裡面 其實一直沒有怎麼用英文跟你交流 所以其實剛才我挺緊張 畢生用會的英文 全部都用上了 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手抖 我認為她在英文做得很好的工作 所以恭喜你 我認為她用英文做得更好 因為否則 我會不會明白一句話 所以 謝謝她 她為了她 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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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她 為了我 我認為她做了很好的工作 謝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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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投射能力 和對抗能力 完全不是靠眼睛 往籃板下一站 你就是球場大閘 沒有球能衝破你的閘門 新銳 新銳 球場新銳 銳不可擋 當仁不讓 如果灌籃第四季 只能選一個隊長 那這個人 我希望是你 對抗能力 但當隊伍下降 你總會站出來 不要再被叫 傻子了 趕緊開心起來 你是最聰明的 也是最有能量的 很幸運 你穿的 永遠是這件藍色的戰袍 有一點難過 就是最後一階段 就是我們 還有一場比賽 然後就沒有了 我並不是一個 特別注重結局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段經歷 我會珍藏 沒有讓自己 變成那個 心裡很強大的人 證明給每個 教練員 或者是 自己的隊友們看吧 也不想讓大家失望嗎 我就覺得 能感覺到有人在 關注著我 有人在懂我 我那種感覺 是言語 很難表達的 我覺得就很感動 真的很 很感動 每個人可能 已經 超出了工作的關係 我覺得女領隊 還蠻有心的 然後為我們準備了 這樣的一個 算禮物吧 就還是希望 你們堅持住自己的夢想 未來能夠在更大的球場上 看到你們發光發熱 加油 我是潮酷玩家 郭艾倫 酷叫引領潮流 玩就別給自己射線 我更是籃球場上的發動機 沒有人能攔得住我 沒有人能攔得住我 寧潮而生 即刻壞行 哈湖S6S 新世代 潮跑力氣 壞行我的多面人生 接球厲害的跟CBA的拳 到底能不能一起打比賽 會不會差很多 我覺得 並不是那些沒有辦法 愉悅的那種 特別大的溝和 跟你一起訓練打球之後 我發現 你是可以打CBA的 你應該問一下宥强 在座的有沒有 沒有被他蓋過的 天哪 宥强能敢蓋我 蓋我的人沒幾個 我跟可比一起訓練過 那我跟可比單挑過 這是我這麼長時間打比賽 唯一一次不配上場的比賽 跟兄弟們在一起 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個故事 這邊叫豪仔雞蛋仔 我們這邊叫成哥檸檬茶 老闆 來杯涼茶吧 不是吧 三桌的檸檬茶我就長這麼多 我怕我輸的時候會哭 白金 第一次見你打球 就覺得你像漫畫裡的籃球高手 阿超 你用一季三分 又一季三分 證明了我們的眼光沒有錯 在我心裡 你站在球場上 就是夢想最好的樣子 這邊迅速上球 32號 晨晨對抗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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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 兩分投入 給到底角 紫綜穎 再對三分 陳宇維 左手放進兩分 這次的推步 再中一個 相挑去 三分命中 王少傑 身材 反超比分 讓我們歡迎李斯坦迪 孫瑞 王樂全 葉爾蘭 李斯坦迪後退中的聯繫重拳 擊中了孫瑞 漂亮 大力三哥在比賽的最後時間 進行了輸出 利爾蘭採取的 還是讀取對方拳路的方式 左側的打斧 這也是拳擊裡面戳的 利爾蘭加油 讓我們宣布比賽結果 滿電出發 制霸戰場 上手機天貓 下拉二樓喵一眼 和Jordan專屬優惠 感謝貝太科技為本節目提供的 獨家比賽 授具支持服務 感謝獨家社交媒體平台 微博 感謝手機合作媒體 新浪娛樂 微博綜藝 新浪綜藝 特別鳴謝微博體育 謝謝 勞對 勞多多多多個 展示 愛 既然 選擇 保育 ostic 大 力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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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